说起NBA历史上最优秀球员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各自不同的排名 毕竟每个人心里的NBA最佳阵容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就在前段时间杜兰特参加C.J.麦克勒姆的播客室 双方聊到了关于詹姆斯能否超越乔丹的问题 可以说在这一次的杜兰特真是心中口快更是指引的表示道 要想超越乔丹的人需要先超过何比再说 显然在杜兰特的心里詹姆斯还没有超越何比 更不要说超越乔丹啦 那么在杜兰特心目中最优秀的四名球员都有谁呢 下面我们来一起看看杜兰特 所以一说出的名字都有谁 劳斯 博德博德在1978年在首轮第六帅位被绿军选中 可以说在进入NBA之后 博德就展现出来了自己超强的得分能力 在博德的职业生涯里一共获得了三座NBA的总冠军 归赛NVP1984-86 并在1996年入选了NBA50大巨星 而且博德更是被联盟中 许多球迷堪称是历史上最佳的小前锋 显然在杜兰特的眼里也是认为 博德才是历史上最强的小前锋 而斩姆斯却不是 No3 贾巴尔贾巴尔在1969年第一轮第一位被雄鹿队选中 在贾巴尔的职业生涯里 共拿到38387分 成为了NBA的历史得分王 而在贾巴尔共拿到了六座NBA的总冠军 六届NBA常规赛MVP 届NBA总决赛的MVP 并在1996年入选了NBA50大巨星 相信把贾巴尔放在NBA历史前五强的位置 一定不会有人质疑 毕竟贾巴尔当年可是能够统治联盟的球员 尤其是作为一名中风而言 能够拿到NBA历史的得分王 更是让人非常敬佩 No2 科比在1996年的选秀大会上 科比在第13位被黄蜂队选中 随后被交易到了胡人 在科比的职业生涯里 一共拿下了五座NBA的总冠军 两座总决赛F的MP 一个常规赛MVP 两届NBA得魂王 可以说科比绝对是进入21世纪NBA最伟大的球员 不过杜兰特把科比放在NBA历史上第二号的位置 相信会让许多球迷有志一生 说的直接一点就是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科比的伟大 但是如果把科比放在历史第二号人的位置上 似乎真的有点虚高 能一 乔丹毫无疑问让任何人来排名在历史第一的位置上 只有一个人这人就是乔丹 在乔丹的职业生涯里拿到了太多的荣誉 同时也赢得了所有的尊敬 十个NBA得魂王 六座NBA总冠军 六座总决赛FMVP 五个NBA常规赛最有价值的球员等等 所以说对于小赛来说 神就是神没有人会去质疑 神就是神没有人会去质疑 感谢观看